动物之间谈恋爱的方式 总是充满了趣味性 马儿含蓄又按捺不住那些兴奋 疯狂地在草场上跑了一圈又一圈 最终取得母马的欢心 看到它们爱的相处在一起 漫明觉得有些温暖 这就是动物之间的爱情吗 未免也太纯粹太美好了吧 下面这两只星星 谈恋爱的画面则颇具趣味性 看它们抱在一起亲戚窝窝窝 不由地联想到热恋期的小情侣 实在是太逗了 而在草原上 两只长颈鹿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欢 相互走到一起 下一秒雄性长颈鹿 竟然去品尝雌性长颈鹿的尿液 这可把人们给惊呆了 原来长颈鹿对气味的感知非常敏感 它们要靠这种方式来判断 对方是否处于发情期 不得不说 动物之间的恋爱方式真是五花八门 在这边的动物园内 两头大象越走越近 最后亲密相处 也然成了恋人关系 因为是第一次恋爱的缘故 目像表现得非常顺从 公相也特别含蓄 没有过多的表达 也没有掺杂太多的物质 动物之间的感情 果然是纯粹又简单呀